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老松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 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 到现在还不知道 成了还是组了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嗨 安老松和他孤斗了一场 他的手短倒也平平 只是他有个白色色的卷子 不知是什么怪物 把安老松的金箍棒给掏走了 把你的金箍棒都掏走了 是啊 那是什么幻灰 安老松想他并不是房间之物 所以请上天给查查看看有没有兴兴下方 担住安老松去路 赶紧白兵 说不要怪 安老松 赶紧不进 赶紧不进 猴子今天要懂得理术呢 安老松没了那句功邦 俗话说 人在矮延下也真搞不得头呢 张天使 在 你们四位天使 去勘察朱天星的狗特路神王 看看有没有四番下界的 从速后来 是 看好你们快去 要不我师父不要紧直了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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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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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你怪谁呀 都怪你明明大师兄的话 非要走出圈来 还是扣着妖怪的衣服 真能动作怪我 旗奏云地 漫天星宿 各方神将俱在 并没有私凡下组 那这么说来 不是我天上的神将 找你事情 悟空啊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 不要 玉地老二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不是你上天的神仙 也是房间的怪物 你得帮我捉摇那怪 不然安老宗不走了 你这个婆猴啊 你这个婆猴啊 那好 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 随你下界降妖吧 这才行 这才行 李天王 拿着 三台子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尼吉塔的精彩演绎 谢谢